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专题部记者徐一阳采访报道 中共印钞54万亿仍现通缩 钱哪去了 中共官方最新发布的数字显示 中国2024年1月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下降0.8% 显示经济通缩风险持续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 中共印发了约54万亿人民币 约7.6万亿美元的钞票 尽管印钞规模巨大 但似乎并未对中国经济和民生 产生任何正面的影响 中共官方最新发布数据显示 2024年1月 CPI同比下降0.8% 创于14年来最大跌幅 且差于市场预期 鉴于中共向来在统计数据上 造假已粉饰太平 真实情况可能更为严峻 统计数据显示 食品价格在1月份 同比下降了5.9% 食品中 猪肉 鲜菜和鲜果价格 同比分别下降 17.3% 12.7%和9.1% 成为推动 CPI同比下降的主要因素 自2023年初 至2024年1月 中国CPI同比数据 整体呈现下滑趋势 目前已连续4个月下降 2024年1月的同比降幅 创下了自2009年9月以来的 最大记录 凸显出通缩压力不断攀升 与此同时 1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 环比和同比也双双下降 PPI同比下降2.5% 环比下降0.2% 然而 官方的统计数据也显示 中共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 印发了约54万亿人民币 2023年12月末 中国广义货币余额为292.27万亿元 2022年12月末 M2余额266.43万亿元 2021年12月末 M2余额为238.29万亿元 根据上述数据 中共在2023年新增发行人民币 25.84万亿元 在2022年则新增发行人民币 28.14万亿元 将两者相加 中共在这两年间 印钞高达53.98万亿元人民币 广义货币 M2的计算方法 是社会流通货币总量 加上活期存款 以及定期存款与储蓄存款 中国财税专家马进浩 曾于2023年2月 在微博发文表示 中共在2022年 一共印钞28万亿人民币 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国 日本和欧盟的印钞量总和 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却只有美国的70%左右 他质疑 印了这么多钱 股市没怎么涨 房价没怎么涨 物价也没怎么涨 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经济的诡异矛盾现象 曾在中国公司任市场部高管的旅美政经 分析人士陆远行表示 去年中共官方一直在极力地否认 中国经济发生通缩 然而实际情况多次证明 中共否认的事通常都是真实的 2月16日 陆远行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说 通缩当然是因为经济下滑 但实际上 中国的经济已经无法简单套用 传统西方经济学的框架 换句话说 它已经不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通胀 或通缩概念 而是中共独裁政府管制下的一种 特有经济模式 陆远行表示 在西方经济学中 流通货币的增加 通常被视为通胀 反之为通缩 此外 从现象上看 CPI上涨被认为是通胀的表现 下降则被视为通缩 然而 中国却出现了一个很诡异的矛盾现象 一方面 中共大量印钞 广泛发行货币 符合通胀的定义 而另一方面 这些货币发行出去后 并没有真正进入流通领域 未进入实体经济 而只是在金融系统内循环 发生了金融空转的现象 因此 它没有产生 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 而中国经济在下滑 物价在下跌 也就是说 实际的流通货币 真正发挥作用的货币 其实在减少 所以出现了通缩现象 这是因为 中国的经济并非市场经济 陆远行说 此外 中共体制内存在大量贪腐官员 那些官员几乎没有真正为国家 百姓着想的 而是只想着保住官贸 和自己捞钱 所以 增发的货币 也有一部分 在各个环节 被党内各级官员或利益阶层 通过各种手段 转移到了个人的名下 增发的钱都流向哪里 贷款投向 是观测经济发展的风向标之一 增发的钱都流向哪里 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末 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了22.75万亿元 在新增部分中 全年住户贷款增加4.33万亿元 占全年新增贷款的约19% 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7.91万亿元 占全年新增贷款的约78% 2023年全年住户贷款和企事业单位贷款 基本呈现28比例 而在企事业单位贷款中 中长期贷款增长明显 增加了13.57万亿元 占企事业单位贷款增量的约76% 而短期贷款的比例则明显少得多 通常在贷款的用途方面 中长期贷款往往被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等领域 而短期贷款通常是借款人生产 经营中的流动资金需要 此外 2023年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了25.74万亿元 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6.67万亿元 陆远行表示 中共新增发的人民币 已通过贷款的形式投放 随后这些资金又变成了存款 他说 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贷款占了近八成 也就是说 这些资金主要被大型国有企业如央企 事业单位或地方国企通过贷款形式拿走了 可是这些钱被拿走后 并没有被投资到能够产生效益的地方 因为他们也清楚 投进去是赚不到钱的 所以有些干脆存起来 变成存款 也有一些被中共权贵变相瓜分 因此 这些资金无法真正进入流通领域 陆远行解释说 中共已经在包括房地产的基础建设方面 投入了过多资金 但这些基建早已严重泡沫化 所见的房产最终将变成无用的钢筋水泥垃圾 赚不到钱 再投资进去就是个零 也无法刺激经济 他还表示 中国的经济这两年在经历严重的通缩 然而 中共却在拼命印钞 他以为增发这些钱可以刺激经济增长 但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在于消费能力不足 他说 消费不足的一个原因是 人口大量下滑 人少了 自然花钱就少 疫情期间 有大量的人死亡 而中共一直在掩盖真相 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 老百姓没钱 中共的贪官 把本应该属于老百姓的钱贪污剥削 老百姓就不可能有钱去消费 越没钱 就越不敢消费 当前经济形势不好 尤其是在疫情后 人们为前景担忧 更加不敢进行消费 因此他们选择尽量储蓄 而不敢花钱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